快速计单词会用到图像编码 有同学问了 老师什么是编码 那今天呢 我用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那之前呢 我们讲过这个快速计单词的方法 对吧 一共有两步 第一步呢 首先了解这个单词的音标绘读 然后呢 再去了解单词的拼读规则 最后再通过拼读的方式 把单词拼写出来 来比如说这个单词 我们看一下 这个音标 第一个这个发 对吧 是不是就下嘴啊 发 然后这个呢 读A跟那个字母A读一样 完全一样读A 然后最后呢 这个发 我们一起拼一下 就是 A shake 好 音标读完之后 看到这个单词这里 我们去了解一下单词当中的字母 或者说字母组合的发言规律 这个部分会对我们同学们 去写单词 拼单词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这个地方 S H是个字母组合 直接发 这个读音 然后呢 A呢 没有变化 直接读A 然后后面 K和E直接发 就可以了 来这里老师再说一下 E在单词结尾 通常是不发音的 但是我们写的时候 你不能把它拉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 一个整体 直接发 就音就行了 比如说类似单词有 像make take 很多单词都有 K和E 直接看作一起 fuck就行了 来 你再看那单词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分开了 对吧 从这个地方分开 一个部分 两个部分 三个部分 对不对 当你知道了这个单词当中的拼读规律之后 A 你看看我们再去拼写 你试一下 咱们立马来试一下 听音拼写 想一下 哪两个字母发 这个读音 对吧 哪个字母读 哪两个字母发 记得最后一个是不发音 是哪个呢 shake 对吧 好 写完 然后立马看到这里 这个读音就写SH 对不对 然后A呢 直接写字母A就可以了 K写K和E 你看 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拼读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单词 给拼写出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步会拼会写 那在第一步当中呢 这个音标啊 和这些拼读的规则很重要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 老师在其他的短视频当中也有专门的讲解 如果没有学过同学呢 也可以先点个关注 要有时间的时候去学习一下 下面第二步 我们用图像编码去精准记住单词的意思 有同学说了 老师啊 您讲这个拼读啊 还有这个音标这部分我都理解了 我也知道怎么去拼写单词了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记不住 记意思太难了 那咱们第二步呢 就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如何精准记意思 来我们从这个单词当中呢 选出一些字母组合 或者是一些字母作为编码 作为一个线索 要用这个线索呢 去把这个意思串联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同学们 以后你直接看到这个单词的外形的时候 就能回想出来它的意思 而且能够实现非常精准的记忆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这两个字母对吧 代表狮子 因为它的发音呢 读 所以用它代表狮子对吧 像狮子 狮的读音对不对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吧 然后面呢 代表小企鹅 你看这个地方呢 像小企鹅的头对不对 后面这个地方呢 像小企鹅的大肚子 朋友们可以理解吧 好了 到这里之后啊 你看 每个这个编码 对应的图像都出来了 是吧 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想象一下啊 咱们可以想象 只要这个狮子呢 稍微的抖动一下尾巴 或者说抖动一下它的身体 然后这个小企鹅呢 就会害怕到颤抖 所以单词的意思呢 就是抖动和颤抖 你看 很简单 是不是以下就记住了 记完之后 我们再看到这个单词这里啊 看着字母回想一下它的意思 这样的话 方便同学们后面去记忆 去复习 对吧 来 这两个呢 发什么音 发 噓 对吧 有点像狮子的狮子 代表狮子啊 然后呢 这个呢 看起来像小企鹅 代表小企鹅 对吧 只要这个狮子稍微的抖动一下身体 抖动一下尾巴 就会让这个企鹅害怕到颤抖 是吧 单词的意思有两个啊 一个是抖动 一个是颤抖 你看两个意思 我们就可以一下子精准的记住了 咱们重点说一下 什么是编码啊 同学们 那编码的话呢 说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编码是 我们从这个单词当中选出来的 合适的字母 或者字母组合 它们各自都代表一个图像 又叫图像编码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两个啊 这个字母组合代表狮子 这是一个编码 字母A代表的是小企鹅 这是一个编码 对吧 第二点 咱们的编码呢 是固定的啊 这些编码都是老师 记了上万个单词之后 从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 最简单 最实用 最节省时间的这些编码 也就是说你用这一套 整套这个固定的编码 你就可以用它去记任何 想记的单词 各个节奏单词都可以去记忆 而且这些编码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你可以去记 可以去背 你像这些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编码 它跟这个发音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呢 你基本上就用一遍下去 你就记住了 你看这个 这个发音 对吧 发音是 代表狮子的吧 还有这个小企鹅的外形 一看就是有点像这个企鹅的样子 对不对 也就是说不需要 你可以去背 可以去记 用一用 就记住了 很简单这些编码 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简单的熟悉的事物 那么同学们 关于快速记单词 如果你第一步 发音没有掌握 那你去学一下 音标和单词的拼读内容 那对于你的课程呢 这是我们完整的 翻译课四合一 如果你翻译过关了 那你可以直接学习 我的单词密码课 好 我是Hi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